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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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到大眾收藏的時間 我是Willson,今天我高興 可以介紹這支瓷器給大家 這個是一款 黑拉黑的 大盤 克拉瓷器其实在明末曼力的时候 是一种出口的瓷器来的 其实背后一个故事 为什么我们叫他克拉黑呢 因为当时葡萄牙人 已经在曼力1603年的时候 就来中国购买瓷器 当他们汇航经过菲律宾非洲 那时候就遇到荷兰的战船 当时大概六七艘的荷兰战船 就在追逐着这艘葡萄牙的商船 最终都是穿上 经过一段的搏袖之后 甚至是抢走这艘的商船 而在里面发现到有十万个瓷器 整艘商船都带回去荷兰 在荷兰里面 他们觉得这些瓷器相当之很惊人 什么惊人呢 就是太美丽 太美丽 他们组织一个很大的拍卖会 吸引到很多欧洲的皇室贵族 一些很有钱的商人去购买 连当时的法国皇帝 英国皇帝都去拍卖 可想言之当时是多么惊人 这些瓷器 去到拍卖的时候 经过很热烈的抢购 价钱买得很高很高 这十万个瓷器当时帮助到荷兰 赚了一筆很庞大的钱 由于当时他们对这些瓷器 都一无所知 都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和制作 那方面都一点都不清楚 为了方便称呼 他们把这些瓷器叫做克拉克瓷器 为什么叫克拉克瓷器 因为当时那艘葡萄牙船 那个型号就是克拉克的型号 所以叫它做克拉克瓷器 代表了这种瓷器 经过这一次之后 荷兰人就把那个注视 瞄准了当时的明朝的瓷器 就走过来明这一道 即是中国 来购买瓷器 而欧洲人对这些瓷器 其实什么都不懂 因为当时都没有见过 那麽漂亮的瓷器 胎又滑又那麽白 你公仔又那麽好 简直是很惊讶 荷兰人卖了20万个瓷器之后 他们就开始来中国购买这些瓷器 在整整之后的几十年里面 荷兰和欧洲的商业 买这些瓷器都超过1000万 达到2000万的数量 是相似庞大的 那在这些 这些瓷器来说 我们可以看一见 它的构图和整个瓷器的装饰 都很特别的 包括外形 因为当时这些瓷器的制作 是根据欧洲的商人 他们要求去订制的 所以发现和我们用的盘盘 中国式的 是有很大的分别 和这些黑的瓷器的特点 就是它比较薄 而我们中国当时 明代用的瓷器 是比较厚的 差不多一倍 那为什麽呢 我们用的瓷器是日用品 如果你那麽薄 用的打烂 但是欧洲的商人 买那麽薄的瓷器 他们不是用来日常使用的 他们主要都是用来做一个装饰品 一个陈设品 放在那裏 那裏 变成了自己的身份 那所以他们是绝对 不会介意它的厚薄 最重要就是精美 那在当时来说 我们这些瓷器 那麽大量出口呢 那一直连续到 去什么时候呢 明末清瘡 因为当时就战争 清朝的建立 而早期的清朝是实施海禁 那将那个海上瓷器 基本上是停止的 除了一小部份的走私之外 那麽 所以黑了一的瓷器 基本上去到明末 清瘡这件事 基本上都完 那短短的一百几十年 那麽什麽 那麽问题就问了 那1603年之前 在发生了这件 黑拉事件之前 那麽其实 听你讲 都有 在葡萄牙 都有卖瓷器 那又怎麽呢 那葡萄牙人呢 最早呢 大概是十六世纪中期 左右 就是早一些 那麽 那麽他们就已经来中国 那麽 那麽在1543年呢 就在澳门呢 拿到一个居住权 那葡萄牙人呢 正式呢 就在长城 就展开一个 就是和中国的一个贸易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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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看这件黑拉茨 为什么我会说景德镇呢 其实景德镇以外的生产是有的 因为当时的需求量大 景德镇根本就生产不及 所以在当时明朝的主要出口港的泉州 沿海地方 因为福建里面的泉州 福州 甚至德化 都有生产这些出口茨 而景德镇的瓷器和福建生产的瓷器 其实是比较容易分辨的 我们看看这件景德镇生产的瓷器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比较 画的图案都是一般中国的山水 动物 花灾 图案 你看见 像这两只水银 一些池塘里面的植物 加上一些开缸 这些叫开缸 一个窗口叫开窗位开缸 这些开缸是图案 而黑了黑 瓷器有很大的特色就是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 起角的画法 开缸的画法 一般最多都是这八个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角 有十个角或少点的角都有的 但八个角是最多的 最常见的 在里面就会画一些图案 图文 而我们看到这些文色 这个万字文 其实就是万力里面 是最常见的一个花文图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间景一镇 万力连间生产的黑了黑的出口瓷器 而我刚才说 除了景一镇之外 福建那边沿海也有大量生产的 他们这些瓷器有什么分别呢 他们主要是出口的是一些外国人的图案 可能是一些欧洲啊 或者是一些阿拉伯人喜欢的图案 所以你会见到呢 它这些文色的画的公仔 我们有时候都不太理解 也都民族国化的 那那些图案 那些瓷器呢 都是黑了 瓷器 只不过呢 是福建省 就是福建的一个出口瓷 那当然 你会见得到 我们景一镇画的图案 是更加画得更加精致细利的 是更加漂亮的 所以景一镇的黑了瓷器 又会比福建所生产的黑了瓷器 价值会更加高 那如果想想一件大概400年的瓷器 保存到现在 好像这一件这样 角发色又这么漂亮 画一些图案公仔 又画得这么好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损坏 是吧 有这么大件 这件差不多有40cm 直径这么大的一个大盘 是吧 是摆在家里做一个装饰 都是一件相当之吸引美丽的 一型艺术品 价值其实就相当之高的 但是由于当时的出产量因为太大了 所以即使到现在 几百年 三四百年 是吧 在欧洲来说 仍然存存到一定的数量 所以都影响了一个价值的 而这一件瓷器 就看这一件来计算 因为它是一件几个阵 发色又漂亮 这个青花 青花发色又漂亮 盘又大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有没有裂纹 没有损坏 所以这件价值的瓷器 都会买到 起码都两三万元 到四五万元 要试乎 就是看一下 当时那个瓷器的市场价值 那我们可以慢慢 可以欣赏一下这件瓷器 就是它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看 好了 多谢大家 今天我又说完了 下次再介绍一些新词给大家 记住我是Vilson 大众收藏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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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